一个单元01的部分 点开来 那里面的话 其实我对应到有一篇部落格文章 其实就是在讲有关 从VBA到Python的一个环境建设的一个分享 那里面的话我有提到 其实早期在开发其他环境 因为你用微软的好处就是 它什么都帮你准备好 你可以很傻瓜的 就下一步下一步就OK了 或者甚至连下一步都不用 像在Excel里面 直接开就有一个环境了 完全不用做任何设定 只是说你可能要知道说 这个Excel的环境 它这个开发人员 它不会预设的 你必须要把它叫出来 应该知道哪里叫吧 不知道 那 知道那个什么 上面有个小箭头嘛 其他命令 小箭头其他命令里面呢 那在 因为我们这个版本是2007的 在常用 常用里面就有一个什么 在功能区显示什么呢 那个 在功能区显示 开发人员 开发人员不要签哦 那因为呢 Excel它的设计 逻辑就是 反正一般人是不会用到这个 如果会用到这个 都是你要额外去把它开启的 不过通常 当然没事 一般 办公室人员不会开启啦 除非说它有开发需求的 所以其实一般 你在办公室也可以去看一下同事 如果他有开发人员的 跟没开发人员 其实他功利应该就不一样 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它之后呢 马上就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VBA的环境呢 就可以直接拿来写一种 写点东西了 那写程式的话呢 不怪物就是你 就插入一个模组 在模组里面插入程序 就可以写了 而且呢 另外有一点 就是 它的除错环境也非常优秀 也就是它可以 逐行逐行慢慢跑 然后如果有错误 它也可以比较贴心的告诉你 但是呢 有些东西 在写Python不见得 都具备有这些环境 这么好用的啦 所以有的时候说 如果你只是需求很简单 你的工作都在ESL里面的话 那你倒不如你就学VBA 就够了 OK 如果说你 不是这样 你可能 还有很多的可能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你就 再延伸去学Python吧 那最好的 是两者你都会 而且懂得把它 两者互相搭配使用 就是 截取长处 它优秀的地方就用它 比如说处理ESL档案 ESL的资料 那 你就直接已经是 在自己的环境里面 有这个东西 你就直接用VBA就好了 你如果用Python来做的话 不见得 比较容易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 比如说你已经在台湾了 你就直接不用拿护照 对 但是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 你来台湾你就要护照嘛 对 你也没有比较 特殊的代理 像我们出国一定要护照 护照不见得还真的是麻烦 对不对 你还要一把护照拿好 OK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第一个就是 比较 那个跟微软的环境比较之下 你会发现有这个问题 那底下我有说一些说明 但是 我没有怎么样 可以让那个Python 也能够尽快的 能够让它很方便的开发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需要做一些设定 那哪些设定 这边我有说一些说明 你们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那我刚刚已经做了一些下载 解压说 所以 那另外如果说呢 出现Java开头的讯息 OK 这个就刚刚同学讲的 请记得装那个JDK 或JRE都可以 那JDK实际上就是有Design 就是可以写程式的 JRE R1的话就是值Runtime 就是只是执行 因为它一定要有Java的函事库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Eclipse开启之后的话 还要在做什么事呢 因为目前 这两个资料夹目前在C节底下 它目前是没有连接的 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呢 告诉他说呢 我的那个函事库 所以解出来的话 我必须告诉什么 先执行Eclipse 告诉Eclipse 告诉Eclipse说 诶 我的函事库放哪里 放在这里 跟他讲一下 OK 那你要怎么跟他讲 就要到Eclipse里面做设定 设定的方法 特别说 一 请你开启Eclipse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到Windows 上面有一个Windows 里面的话 有一个Preferences 这边 你就把它点选 OK 这边 后面看得到 还是要切画面 我画面切一下 后面可能会看不太清楚 来看一下 OK 那再来的话 Windows里面的Preferences 这边 所以待会 开启Eclipse 接下来呢 做设定 这个设定的动作 主要是告诉他说 我的Python放哪里 因为Eclipse的作用 是编辑程式 那你要告诉他说 Python的韩式库榜哪里 那怎么告诉他 E 这边 Windows Preferences 第二个的话呢 找到什么 PyTitle的PyDiff 这个东西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 再到Interpreter这边 点下去 然后找到那个Interpreters OK 接下来的话呢 请各位 这边 Python 这边特别之后 这边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他 有三层的那个路径 那 接下来的话 New一下 告诉他说 我的东西放在C点底下 所以New 按一下New New里面的话呢 有个Brows 跟他讲说 Brows一下 我的路径就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的C点底下 会有一个Python3732 那他主要是要问你说 你那个Python的.exe在哪里 所以就告诉他 我的EA在这里 所以选给他 按开启 这样就OK了 特别之后 Brows一下 按OK 他会找到什么 你这个木屋里面的韩式库 我都帮你找到 是不是这一些 是 这样就OK了 其实意思就是说 反正我 一个是韩式库 一个是编辑器 那我要把它Mage在一起 就必须告诉他 放哪里 也就是 未来你不一定放C点 你放在其他地方也可以 比如你安装的位置 不见得是放在 我们现在的位置 你放在另外的地方也是一样 如果你是Make 你是Linux 也是一样 反正就是Equibus里面 装好了 你就告诉他说 我的那个Library 放在哪个位置 按OK就可以了 Apply 按Close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第一件事情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测试 OK 如果你已经设定好之后 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写一点程式 那写什么程式呢 比如说我就 如果写程式 所以特别说 设定好 设定好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Project 但是这个Project 特别注意 它预设好像是Java 因为这个环境 本来是写Java 我只是把它拿来改成写Python 所以接下来要怎么样 New一个Python的专案 然后开始写程式 下一阶段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设定 这Windows Pythoners里面 找到 123 OK New一下 尤其这边 Browse 你要按一下Browse 它才会跳出来 找这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cond 2 2 2 5 2 2 Mic 7 5 2 6 谢谢大家